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AHP层级分析概论第一个部分 首先我要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AHP AHP就是层级分析的一个程序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我们用的是AHP 那么层级分析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首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层级分析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进行决策 那么复杂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了 很多不同的一个组合的要素 然后把这些要素 再依据他们的一个关系重要性 我们先把它形成了一个 简单的一层一层的一个结构系统 我们主要的目的在做什么呢 因为它复杂 复杂的问题 我们来系统化 在一个不同的层面 给一个不同层面的一个分解的一个状况的话 然后以数字量化的方法来判断 帮助我们决策者来评估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决策 那么这个技巧呢 这是在线性代数里面的 就是用特征向量 跟特征值 eigenvector 跟 eigenvalue的一个观念 那么我们在后面将会仔细的介绍 我们来谈一谈 AHP的做法 AHP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要做一个决策 但是我们不知道该要怎么做 这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了 很多不同的评估的一个准则 AHP的大师的话呢 叫做Sati的 那他们的建议是说 这个地方的评估准则 不要太多 尽量不要超过七个 然后呢 这是这个是第二层 那么第二层之后 我们再分成了子评估的准则 再做成了第三层 那么各位同学 上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不是很了解呢 我们拿一个例子 同学就知道了 现在比如说 我们的目标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先建构一个层级 我们想要买一只手机 买一只手机 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考虑可能要 有不同的颜色 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品牌 我们要考虑的是价位 当然还有其他的考量 那么我们只举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就用三个层面 来考量 颜色的部分 我们可能有黑色 白色 红色 品牌 我们有苹果的 HTC 三星 价位 我们考虑的是高价位 或者是中高价位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层级的一个例子 到底要买哪一种呢 是白色 搭配了 苹果 搭配了高价位 还是如何呢 这些就是我们后面的决策 靠这样子的一个层级来做技巧 AHP最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要量量的比较 把每一个层级的上面的要素 作为下一层的要素的评估的依据 就是说 第二层 我们来评估第一层 第三层 我们来评估第二层 那么 重点是在于 我们可能要用问卷 或者是用专家的一个方式 去做比较 比较的方法的话呢 就是叫做量量比较 什么是量量比较呢 就是比如说 评估准则一 像刚刚那个题目 我们要考虑的是 品牌 这是颜色 到底它跟它之间 哪一个比较重要 靠近这边的 越靠近这边 这边相对比较重要 这边相对比较不重要 我们的层级 我们采用的是 123456789 九层 这边的话呢 一共有18格 重点在这边 一代表什么意思 一代表是两者 是一样重要 那么一也要跟 第三个 假设我们有三个评估的话 我们要量量比较 就变成了 一对二 一对三 二对三 通通通 通通都要把 它的重要性 先列出来 重要性 各位同学 就记得了 一代表是 一比一 靠近这边的话呢 越靠近 评估准则一 代表 评估准则一 比较重要 越靠近右边的话呢 表示 右边比较重要 那么 我们在 AHP的调查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采用的是 问卷的一个做法 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个尺度的部分 我们可以发问卷 如果说是 多位受访者 进行问卷 那么 汇整的方式 我们要用什么呢 几何平均数 来取代 算数平均数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几何平均数是 所有的资料 相乘 开根号 我们不用的是 我们常用的 算数平均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假设 评估准则一 跟二来说 一个是 一比三 也就是说 这是 三分之一 他认为 第一件事 比第二件事 要来的 三倍的重要 但是 假设有另外一个人 他认为 第一件事 比较不重要 他是三比一 那么 这边就是三 他有一个 三分之一的 一个意见 也有一个 三的意见 那么 我们认为 他应该要采用的是 抵消的方式 所以我们是 两个相乘 开平方根 这样子代表什么呢 一样重要 而不是采用的是 相加 再除以二 这样子的话来说 会扭曲 所以我们建议的 采用的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 几何的平均数 我们一般的 在统计里面 常用的算数平均数 在这个意见的 这个比例上来说 我们是不用的 我们尽量采用的是 这个方式 这样子会比较合理 那么我们现在 要进行的是 直接的计算 那我们教各位同学 怎么样去做比较快 首先我们看看 刚刚那个题目 这个对角线 主对角线 一定是一 因为是价格 跟价格来比 当然是一 现在价格对品牌 我们认为价格相对重要 是一比三 价格对颜色 颜色跟没有价格 来得那么重要 它是五倍的重要 我们这边就做一个五 重点是在这边 这边来说 我们最理想的做法 就是说 这个要具有 第一性 什么是第一性呢 就是比如说 我第一个条件 对于第二个条件来说 它的重要性 是三倍 然后第二个条件 对于第三个条件 它是两倍 我们合理上来说 第一个条件 对第三个条件 应该几倍呢 应该有六倍 就是所谓的第一性 但是我们以这个题目来说 价格对品牌 它是三倍 价格对颜色来说 它是五倍 那么品牌对颜色呢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 不是两倍 但是我们在这个问卷 或者是在做评估的时候 我们往往的话呢 是不会去想到这么样的仔细 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 我们最后 我们会做一个检定的工作 看看是否具有一致性 会不会有矛盾的情况 往往这个矛盾的情况 是难以避免的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相对的这个资料 比如说像三个 那我们就是三乘三的一个方证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填什么呢 这个价格对品牌是三倍 那这个地方就要三分之一 品牌对价格当然就是 所以我们发现 这是什么样的 这个斜对角 这个是斜对角来说 这边是它的导数 这边要填什么 五分之一 那同学看 这边是五分之一 这边不用说 这边就是二分之一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做的一个 第一步 我们把它写出来了以后 然后第二步 各位同学看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什么呢 小数点 为什么 我们要相加 现在先做了一个 这个叫做行 行的一个相加 现在我们把行的相加 主要是叫做标准化 现在一加零点三三三 加零点二 那就变成了 一点五三三 这边加起来 这是四点五 这个加起来呢 八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们希望它总和起来 要变成一 所以我们全部把它 把这个全值除下去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做 现在我们做到这个地方 来了以后 我们要把第一个 除以一点五三三 第二个也除以一点五三三 第三个也除以一点五三三 这边一样 三除以四点五 一除以四点五 零点五除以四点五 五除以八 二除以八 一除以八 来我们得到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方针 第二步我们将它标准化 然后呢标准化之后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价格的部分 要去做一个什么呢 三个做一个平均数 来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平均数 这个平均数之后 0.6522 加上0.6667 加上0.6250 三个加起来相除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 正式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全值 这个三个加起来 要百分之百 就是一 加起来总和是一 它占的重要性 0.64795 品牌的部分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0.2298 颜色的部分 重要性是在于 0.12218 这就是我们算法 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呢 主要就是说 把一个决策的问题 把它画成了一个简单的架构 然后呢 再将这个不同的元素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 就是重要性 把它列出来以后 最后 我们能够协助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判断 那么这样的做法 有的时候会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在这个决策者做的过程之中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矛盾的现象 一对二 二对三 那一对三之间的话来说 原则上应该要有一个第一的关系 要产生要有第一率 但如果说你发现没有第一率 我们也不是很要紧 如果说不要差距太大 其实没有矛盾的现象就可以了 那后面我们会介绍怎么去做 当然 如果说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用的是 不同的一个安排这个层级不一样 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层级结构 当然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们要把这个层级结构